感動到小看 大家好 我是Chan 我是Chan 今天我們會看到影片 謝謝 今天是我跟文當久違的要去Vlog 我們要去熊本非常有名的 鍋蓋掛公園 這次的乾爹就是Elly Elly本身在日本就是很有名的牌子 而且我常常看美容雜誌嘛 就也有被選為2020年美容編輯很喜歡的防曬品牌之一 而且現在台灣也有在賣非常的方便 那我跟文當試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覺得可以介紹給大家 所以呢 就拍了這個影片 我們兩個已經塗了一段時間了 那不只是出去的時候 文當上班的時候 他也會塗這個防曬 我其實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我會很興奮的日焦 我會經常喝日焦止水和 阿里使用 因為文當幾乎真的整天都在外面 所以對他來說防曬就很重要 所以每次有這種場商來找我們 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文當就可以試各種防曬 那今天我們就會塗著Ali的防曬 一起去拿 咪咪咪咪咪咪 我們兩個就知道他的商品是這一個 EXUV 高效防曬水凝乳N 這就是防曬的技術 全部都防曬的 對 我一開始也是這樣想 但是Ali他們就有跟我解釋說 我們外出背包包的時候啊 或是肌膚和衣服的摩擦 甚至是我們最近每個人都戴口罩嘛 那個戴口罩也是摩擦之一 我在華南大復想說原來是這樣 這就代表看摩擦真的還蠻重要的 而且Ali這次全系列採用的 抗摩擦成分 也都有防水還有抗汗的功能 也都很嬌 那我真的很嬌 對 很多人都使用了 對 很多人都使用了 對 很多人都使用了 所以防曬又更不容易脫落 也不太需要補擦 就還蠻適合我這種懶人的 那我先擦質地給大家看看 它的質地有一點像乳液 就是非常的好推 不會太油膩 你們看它馬上就會化開了 因為我不太喜歡防曬太油膩的感覺 所以這樣好推對我來說就剛剛好 很輕鬆的 很輕鬆的感覺 很輕鬆的感覺 好像白了 對呀 這裏有一點提亮的效果 也因為Ali這款擦起來很清爽 所以就很適合夏天 夏天真的是一定要防曬 不然很容易曬黑 而且擦了之後戴口罩也不會悶 其他品牌也不會太伸展 也不太伸展 也不太伸展 但這個品牌也不太伸展 就這樣做了 那我也給大家看它防曬的效果 我跟文章準備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來摩擦給大家試試看 這件衣服 我問你我問你 我問你我問你 我問你 好嗎 文章擦得很大力耶 真的嗎 這個就是Ali他們說的 升級的抗摩擦效果 可能大家會覺得很廣告 但是因為我自己在家裡試了幾次 就真的不會掉 那我們接下來塗在臉上給大家看 我自己覺得這款塗在臉上也不會太油 啊 新塗在說 可能先給文章塗 我們等一下就要出去了 那我們兩個這次用的這一款是無香料的 我從以前就還滿喜歡這一種 沒有太多味道的東西 也是我的怪癖吧 我就特別喜歡像那種無糖豆漿啊什麼什麼的 這個真的很像滷液耶 非常好推 我自己是這一點對於Ali是非常非常的推 因為我以前就是會買那種很便宜的防曬 然後弄到最後就是因為擦完都會很油 所以我就沒有很喜歡 因為這一瓶有90G一條又沒有很貴 所以我自己擦在身體上也完全都不會覺得很可惜 你們看皮膚變得亮亮的還有提亮的效果 而且很有水潤感 可以創造一種尾素顏的假象 工時鍵盤會有很多汗 所以我沒有化妝 我只能塗上開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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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只能塗上一本 每次只要有廠商來找我 相扶的人就會是穩當 我也是無料使用的 哈哈哈 那除了這次我們兩個擦了這款無香料之外呢 Ali他們這個系列還有推出其他的潤色款 這四種 Ali燦爛光澤肌UV防曬水凝乳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四款是有香料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Ali的包裝很漂亮 這是它太漂亮了 所以我捨不得丟 所以我就都只把上面這個口剪開 然後讓它可以維持在這個包裝 然後因為這四種都有潤色效果 所以呢如果你是戴口罩或是完全不想化妝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補一下氣色就好了 我覺得這個質地跟這個無香料差不多 就是也是一樣很像乳液非常的好推 第一個是粉肌陰香 這個呢就是日本的櫻花啦 是很淡雅的櫻花香調 那它會讓皮膚散發比較明亮的血色 那第二種呢是白雞莫桃香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水果香 第三個呢是牆雞梅香 這個啊就是薔薇還有天竹葵的味道 那第四種呢是沁雞綠凝香 這個呢就是檸檬 這個應該是文當比較喜歡的味道 這一款是讓你的皮膚散發比較健康的光澤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喜歡哪一種 就用哪一個這樣子 那我們兩個就去化妝準備出門 文當別聞了 走吧 走吧 好久沒有出門喔 還是一樣 滿滿都是山跟田 天氣真的太熱 我們剛才去囉嗦買東西吃 我買了一個鬼滅之刃炭治郎的炒飯飯糰 文當買了一個炸雞塊 他每次都買這個炸雞塊吃 現在有一個墨鏡中的炸雞塊吃 喔可以嗎 男人嗎 哇這裡好像吉普利的世界喔 我們到鍋之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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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當他們戴那個墨鏡 還戴口罩好像明星喔 我們到鍋之龍 好噁 一接近這個鍋之龍 就有長得很恐怖的熊本熊 哈哈哈哈 好辣 好好笑喔 不好笑 你看看 很漂亮的 算了啊 這個是用小樹製作的 這裡入場費是一個成年人300日圓 小中學生是150日圓 不到小孩子的話就是不用錢 那開運的時間呢 是從早上9點到下午點 那最後入園時間是下午4點半 這是鍋茄滴的訂單 滴的大約20m 高度10m 滴的大約10m 滴的大約5人分以上有 哈哈 裏側也要去吧 裏側也要去吧 對 很開心 你來這裡的山套嗎 真的嗎 你看看我這個山套嗎 很厲害 謝謝 謝謝 喔那裡有小溪耶 感覺很舒服的河水 我呢 滴的中間 那裡有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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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雖然太陽很大 可是因為接近瀑布 所以整個感覺很涼爽耶 很舒服的 這個是-4 這個有點難走 大家要小心一點喔 我們要拍照 瀑布的啊 我覺得台灣的十分瀑布 看起來更厲害耶 沒有接近 確實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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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個瀑布好像晚上其實會點燈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一整年好像都不會亮燈 大家還是要看官網才知道 文藍拍得很開心耶 我們要拍照照片 我們要拍照片 我們要拍照片 很厲害 我們現在要去瀑布的裡面了 我們現在要去瀑布的裡面了 瀑布 瀑布 哇 好像很危險 很危險 小心 溫滅 好爽 好玩嗎 好玩 好玩 哇 頭重大的 石子的地方 好爽 你還看著他嗎 好爽 好玩 哇 頂一 哈哈哈哈 只是弄到的 你看看 超級厲害 一回只能撞到的 哈哈哈哈 這個下子是平的 回転著 嗯 弄到的 加油 喔好可愛 我們看完瀑布了 這個整個公園裡面啊 真的只有那個瀑布可以看 可是非常的舒服 超級低的 但是我身體也感到震驚了 300元的震驚呢 對 安い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以為是小一點 裏面穿得很魅力的 分多金滿滿 這是自然的 自然じゃない 哈哈哈哈哈哈 煩死了 煩死了啦 哦 嗯 汁出來了 なんか逃走 這個呢 甘いらしいよ 這個呢 兜蟲がいつも食べているイメージ こういう所に 兜蟲が集まるから 嗯 虫捕り少年とかは こういう所に集まって こういう所に集まって こういう所に集まる 不然小学生の時期やった? やったら 虫苦い 哈哈哈哈 汁めっちゃかいた 美味しいる? 應該是沒球了 文章也太認真在業配了吧 我都忘記了 好累よ 好累啊 山登りに疲れたオバサン 我們兩個想說難得都來阿蘇 我就順便去一下大關峰 どうせ行くんだったら行こうかなと思う でも… 大官房 アスオシー山だってかいた ルーちゃんは喋り出すと止まらないんだよ マジラジオみたいだ しかも なんか俺黙ってても ルーちゃん勝手に喋ってくれるから 我們到阿蘇了 阿蘇的草更有阿蘇的感覺 好綠油綠油的一片 この草のベッドが気持ちよなそうやろ 呵呵呵 我們到大官峰了 大官房 這上面很多台子 可以坐在那邊看風景 ツーリー 牛 ニョー ニョー ツーリー ニョー 大官房這裡還有小賣店 好像有賣冰淇淋 然後是一些吃的東西 然後還有賣一些土産 有熊本熊的自動販賣機 好可愛喔 這裡賣超多熊本熊的東西的 呵呵呵 很適合很適合 這裡還有鬼滅之刃的溫泉吊飾 山翼超可愛的 這種就是會讓人家手滑的 我聞到那個冰淇淋 結果風太大了 你不怕 我剛才想說 旁邊這是什麼東西 你轉過去看溫檔 溫檔堆已經在滴了 我剛才就說不要在那邊吃 他硬不聽 你要在那邊吃 沒有啦 抱歉 這裡也有這個痕跡 所以這個冰淇淋很容易融化 大家買的時候要小心喔 溫檔還買了一個香腸 好可愛的味道 哇 墨淋的味道 長沙的有名的 烤香腸 好吃嗎 我也吃過了 超好吃 好像我們7月賣的那種熱狗吧 喔熱狗 好好吃 香腸 香腸 烤香腸 烤香腸 對 晚餐我們要吃大阪燒 吃到飽 我跟文當在椅子之後 也變得喜歡吃大阪燒 文當大師 歐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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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現在也沒有寂寞寂寞的 所以很舒服 普通的東西 因為汗流到時 也覺得很舒服 尤其是文章是那種超級會流汗的人 阿里是那種感到的 而且好像很難的感覺 我覺得很不錯 這是真的很感謝A里找我們 讓我們也可以用看這個商品 今天我們兩個去了瀑布 又去了大關峰 也真的很好玩 本來是沒有去大關峰啦 可是因為瀑布比小山中還要小很多 所以你去了 結果去的都覺得真的太好了 畢竟難得去阿蘇吧 對阿蘇 很舒服 很舒服 如果之後等到疫情過去 大家來九州玩的話 我推薦大家可以去一下大關峰 瀑布的話可能要等到點燈再去比較好 沒有點燈的話就可能會有點無聊 大漢堡是特別推薦的 醬汁牛乳Sauce Cream 超級好吃的 超級好吃的 牛乳的味道很濃 但是味道很濃 好啊這個影片就這樣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